去法科也好,被人玩也好,被人欺騙也好 你覺得這個行為,我們明知道自己是凡智 明知道自己是很蠢的,但如果有中國頭髮去 你覺得有什麼看法呢? 其實我覺得在你年輕的時候 你受到的傷害其實不是一件壞事 因為愛情絕對是可以令大家最快成長的一個方法 即是說,當你去到很不可能地盡你所有的全力去愛上了一個人 然後被人狠狠地掉下,狠狠地糟態的時候 你可能當你一成長的時候,你對你自己人生 或者你對你所有的不同方面都有很大很大的一個改觀和進步 甚至你更加知道自己要些什麼 所以我認為在大家年輕有更好的復原能力的時候 其實你不妨可以去愛一些不可能的人 只要你不要天真地覺得你可以跟他天長地斗 或者希望有好結果 我經常懷疑大家可能搞錯了愛情這個很重要的本質 就是說,愛情的重點從來都不是結果的過程 愛情有什麼結果呢? 如果大家不追求結果,你有沒有講過 其實我老公不明白,愛情有什麼結果呢? 結婚 結婚就是愛情的結果 是嗎? 這個可能是別人的想法 我們再抽空一點來看 你倆有人相亂 你亂一下,亂一下,亂到最後 你覺得最美好的結果是什麼? 都是這樣而已,對嗎? 說不出來,對嗎? 去到最後會怎樣呢? 沒有人想過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在我來說,愛情 就算你能夠有行地 把你的戀情保留到最後都好 去到最後其實都是一種感情 一種很親人血 叫血濃於水的感情 那種所謂親密的感情可能是 大家都變老變醜 然後對對方沒有性衝動 這個是真的 無論你生物學上 對人體的分泌的研究 還是其他都好 愛情去到最後最美麗都只可以是這樣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其實愛情追求你的結果 不斷跟他沒有結果 跟他沒有將來 其實你要什麼呢? 你自己有沒有想過呢? 這個重點應該是 愛情追求你的過程 愛情跟生命一樣的重點 就是結果其實不重要 你都沒有什麼吸引 最重要是你沿路走過的風光 最重要是你的過程中 你學到什麼 你得到什麼 或者你感染到什麼 因為你可能曾經受過傷害 所以你明白到愛情是什麼 你很懂得珍惜下一個 因為你知道愛情最美麗的地方是面對 你也知道最醜的地方是面對 所以你會對下一個 那麼全心愛你不計算的人很感激 並且將你所有的給他 這個才是愛情 愛情講結果沒有用 沒有意思 因為愛情講結果沒有用 謝謝 谢谢观看